唯有現唱,效果出眾 歐寶一分鐘割入 歐寶 你的物業代理讓你看到的只是這樣 你又怎能做出名字的決定 美聯物業,香港上市物業代理 資訊全面看 筍盤、普及,全面公開 甚至乎別人沒有的樓盤 我們都能給你 任何時候,都能讓你看通、看頭 看得通,當然是美聯 放盤、找樓,當然之算 難道不讓他和其他小朋友玩嗎 美贊神色體健兒童奶粉 含三種益菌因子 讓小朋友三重保護 一,阻擋外界細菌入侵 二,防禦體內病菌 三,保護消化系統免受感染 他現在沒那麼容易病了 喝了全身色體健 他可以玩得這麼投入 色體健兒童奶粉 三種益菌因子 三重保護,未贊神 來吧,第二浪有你了 星期一嘆魚柳爆,買日送日 星期三買麥香雞一個 多送一個 日如開心物物 幸福雙風感冒系列提醒你 現在是標準時間 中午十二點五十九分 報時訊號是由 特強幸福雙風級數贊助播出 西鐵第一日試乘乘客說 部分路段好鎮 埃塞俄比亞華 華商希望在基建方面運商機 美軍找到一個低級保鑣 找到薩達姆躲在地洞 飛行西天五間新聞長生內容 星期六正式通車的西鐵 今天在一連三日舉行試乘 被市民熟集西鐵的運作 市民可以在沿線九個車站上車 乘人票價一律十五元 長者和小童半價 收益會捐給慈善用途 我們的同事馮佩諾、黃春梅 分別在南昌和屯門兩個總站 報道試乘日的情況 先和西鐵位於九龍的總站 南昌站馮佩諾驚嚇 馮佩諾,試乘日已經開始了三個小時 順不順利嗎? 李燦榮,過了三個小時 見到西鐵的服務挺暢順的 有試乘過的乘客就說 他們由南昌至美孚的隧道路段 覺得列車是比較陣的 運輸署署署長霍文就說 希望西鐵要盡快研究 改善這個問題 詳情由黃淑玲報道 頭班車十點鐘 分別在南昌站和屯門站開出 要上頭班車就要走快步 在屯門站這一邊 來試乘的除了運輸署署署長霍文 還有剛剛考完試的學生 剛剛下一個課 剛剛就是差不多10點 剛剛可以打 我們如果搭輕鐵在天水圍到元朗 都要十幾二十分 是不是?二十幾分 但是剛才我們在天水圍 來到朗平幾分鐘就到了 不過快了都不是人人會改搭西鐵 我們下週要到街街搭算 去省錢 我們連打一塊錢 打港都是一塊錢的 而在南昌站開出的 頭班車 有坐在這裡的乘客 要騙著扶手 傳回西 入隧道那裡 有一點浪 那裡高速一點 小浪 出隧道就沒有了 當浪跌入噴道 從韓爾路向下運輸署署 會有勢力股力 在行程中 I think people have commented on that and it's certainly something that the KCR will need to work on I know they're looking at it There are certain adjustments they can make 福民又說等西鐵正式通車之後乘客多了 列車的重量增加自然就會沒那麼震 每線電視記者黃淑玲報導 我們另一個同事黃春梅 現在就在屯門的西鐵總站 黃春梅你那邊的乘客對於西鐵服務有什麼意見呢 馮佩諾,搭完西鐵來屯門站的市民 很多都用一個筷字來形容西鐵的 因為由南昌站來屯門只是需要半個小時 運輸署長法文和九鐵主席田北辰 都對西鐵通車暢順是有信心的 說回屯門站這裡 今天秩序大致是正常的 即是偶爾有市民 不是很熟習入閘機的運作和西鐵的路線 運輸署長法文和九鐵主席田北辰 在西鐵屯門站主持自線試搭日的開幕儀式 田北辰說搞三日試搭 可以給市民和職員熟習西鐵運作 我們亦都希望藉著今次試搭的活動 讓我們前線的同事吸取一些寶貴的經驗 這些經驗可以幫助他們在西鐵正式通車之後 提供更優質的服務 西鐵頭一日試搭 都有市民未夠鐘就來排隊等搭車 大家都想趕搭屯門開出的頭班西鐵列車 秩序大致良好 不過市民就不斷熟習入閘機的運作 也有人不知道西鐵的具體路線 屯門和天水圍站都可以接駁到輕鐵 市民普遍都滿意今天的運作 西鐵市搭日會一年三日舉行的 到星期六就會正式通車 在這裏的報導是這麼多 交回給新聞部的李燦榮 謝謝翠美 西鐵通車令新界西北區的居民 前往市區多一個選擇 地鐵、巴士和小巴 亦都為西鐵轉乘提供多項優惠 由鳳佩洛簡介西鐵的資料 和轉乘優惠的安排 西鐵共分為9個車站 新界的起點是屯門站 經過元朗、天水圍、穿過大嵐隧道 到達荃灣 終點站是南昌站 全程30.5公里 車程大約30分鐘 其中南昌站可以連接地鐵東沖線 而美孚站就有轉線通道 連接地鐵荃灣線 全線亦有4個站可以轉乘輕鐵 西鐵每列車廂可以載大約2300人 繁忙時間每3分鐘一班 每小時可以載47,000人 初期載客量每日可以高達30多萬人次 西鐵全程票價16元 通車後的首年以八達通搭車 可以獲得8折優惠 即是12.8 區內短程最便宜是3.9 除了西鐵有優惠 乘客以八達通轉乘地鐵 都會有4毫至3的優惠 在南昌站、荃灣西站和錦上路站 轉成這些巴士和小巴線 也會有優惠 由3毫至1.5不等 無線電視機就是在蓬佩羅那裡 立法會專輯委員會繼續言訊調查 醫院管理局對沙士疫情的處理手法 廣華醫院深切治療部主管屈志良 作工時透露 接收其中一個沙士源頭病人 中山醫學院教授劉劍倫兩天之後 曾經有3個中山醫院的醫生 由廣州來香港隔著玻璃觀察劉劍倫的病況 並且拿走了一份報告的副本 屈志良說當時並沒有把事件通知醫院的高層 是因為他不認為內地醫生來香港 是找本港醫生幫助找病原 律政司司長梁愛斯下午 將會出席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的特別會議 向議員交代不起訴梁錦松的決定 翡翠台會現場直播 總理溫家北埃塞俄比亞進行最後一天訪問 不稍後會接見華僑 香港時間明天啟程返國 他的到訪鼓勵了中國和非洲各國經貿往來 為兩地的商人打開門路 陳美尼在亞迪斯亞貝巴報道 溫家報在中非合作論壇上宣布 對30多個非洲國家的進口產品採取免稅措施 又加強與非洲國家的貿易關係 有中國建築公司說 他們已經投資了2億5千萬美元 在埃塞俄比亞搞基建 相信日後在當地做生意的機會會更多 我們尋求能夠擴大我們的合作項目 能夠為他們做一些運輸方面的服務 尋找一些機會 除了貿易之外 基建是中國企業家在埃塞俄比亞的重要投資 因為當地曾經長期經過戰亂 很多基礎建設都殘破不堪 而埃塞俄比亞這間航空公司 在上個月開辦了由首都亞迪斯亞貝巴 去廣州的直航線 他們說溫家寶到訪後 有助他們開拓內地的市場 我們已經有助到中國旅行 每天都要來飛行 所以我們仍然有空間 去廣州 當然他身上也能夠 提供日本航空公司 去看其他地方 像上海之類 他説今年埃塞俄比亞 來往香港航線的載客量 比去年多了一半 反映客運方面有需求 浩仙電視記者 呈為你 在埃塞俄比亞首都亞迪斯亞貝巴的報道 在台灣 立法院上午通過決議 要求大陸切除瞄準台灣的飛彈 而連宋佩競選總部主委 立法院將黃金平說 國親聯盟 不否認一邊一國 也絕對不會反對台獨 不排除台獨成為台灣人民未來的選項 當作選項之一 因為這不是現在 我們目前可以去解決的問題 我們把這個問題留給 以後再來處理 我想這是非常符合現實需要 他之前在接受報章訪問時還說 國親聯盟在大選兩岸定位問題上 將會有轉變 不會再提九二共識一中國表 以以為治現狀兩岸穩定 台灣主權為基調 美軍繼續盤問伊拉克前總統薩達姆 至於如何處置他 被總統喬治布什說應該由伊拉克人去決定 美軍透露在追捕的過程當中 差點炸死薩達姆 王章喬報道 薩達姆的藏身之處是在底隔里斯河邊 周圍有不少農田 他所住的農舍亂七八糟 而他被捕時所拿藏的地洞 就在農舍的旁邊 洞口用發泡膠和布覆蓋著 不過美軍第一次搜查的時候 曾經走漏眼 還想放手榴彈炸在這裡 幸好薩達姆及時投降 記者嘗試走入洞裡 洞口僅僅可以融立一個人通過 地洞有八尺深 薩達姆可以躺在這裡 裡面也有抽風機 估計可以躲藏幾天 美軍找到這裡 全靠薩達姆一個低級保鏢提供的情報 得知薩達姆逃亡期間 一直都是坐的士轉換藏身的地方 美軍是根據衛星圖 顯示薩達姆所坐的的士 就排在農舍旁邊 於是揮軍籍廠拘捕他 而薩達姆就繼續接受盤問 美軍最想知道的是 他有沒有策劃伏擊美軍 不過薩達姆在這點表現得不太合作 至於怎樣處置他 美國就說會交由伊拉克人決定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報道 美軍最少會扣留薩達姆六個月 但相信不會將他交給伊拉克臨時管理委員會處理 因為委員會不受國際公約約束 而國際紅十字會就要求和薩達姆見面 確保他在被扣留期間的待遇 母線電視記者王章喬報導 美軍根據薩達姆提供的資料 再拘捕兩個前高層官員 而在伊拉克多處地方 有薩達姆支持者示威 美軍估計 未來將會有更多的報復性襲擊 王章喬再報導 在廢勞結 過巴哥薩達姆的支持者示威